在这个单位我们要介绍的是Excel图表设计 员工业绩成绩横条图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到Excel这边来看 A栏是员工姓名 B栏是他的业绩成绩 我要绘制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 那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业绩成绩是从由小到大排 那我们的图表就由大到小排 那是可以透过其他方法干嘛 让它跟表格一样的顺序 这都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做这个要怎么做出来 我们来讲一下 范例这边 首先我一样从小排到大 然后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又来选择插入 图标里面的直条图跟横条图里面的横条图 平面横条图 点它 我选择群组横条图 选好以后你就自己调大小 注意到你的大小看你自己要调多大 先调好 注意到请你要先调好 调好以后我们先把它干嘛 这边标题我们的业务部 有没有 业绩考核结果 这个你可以自己看嘛 点一下要来选择它的格式 它是多大的字 粗体颜色你都可以自己挑一个你喜欢的 看你喜欢哪一种颜色 然后字型 一般我们是选正黑体的 因为它比较方正 好再来的重点来了 它的位置 假设我现在在干嘛 因为我中间会画一个 即格线所以这边位置我可能放在左边 放在左边 右边这个也一样 框起来要来选择 看你要用什么字型 多大 然后我一样把它用这个好了 粗体 我大概我不习惯用那个 我给它换个颜色 让它比较明显 这个好了 然后再来它的字型 因为都是中文 我还是一样 微卵正黑体 标示 里面我们怎么样 先点一下 然后按Ctrl加1键 切换到资料 数列格式这边来 我们要注意到 类别间距 看你要宽还是要窄 我要写的是50 那它有没有 比较宽一点 有没有 间距不要那么大 不要那么大 好 那后你可以干嘛 点填满语线条 这边宽线那边 你可以选你要什么颜色 比如我一样选这个 蓝色 然后呢 我不要有线条 这样子 你可以自己选这个 特别注意到的 好 再来有一个重点来了 好了以后 我们知道6在哪里 6在这里 及格线6是在这边 有没有 所以我要画及格线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先选择插入 图例 图案 里面的直线 点一个直线 然后依照这个线干嘛 画 画一条 你就跟它一样 然后呢 你这个线 你可以自己设它出 多出 那我要设的是红色 因为我要特别用红色标出来 标出来 标记出来以后呢 我才把干嘛 下面这个 隔线点一下按第一条键删掉 注意到还要点到 没有点到 把我资料删掉了 然后下面这个什么 S轴的资料 我一样点一下按第一条键删掉 有没有 那现在呢 标示这边 你就要自己干嘛 插入文字里面的文字方块 绘制水平文字方块 有没有 点一下 自己打 6.0 几格 我要打 我要自串 打好了以后 你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自己要去干嘛 调它的什么 格式 一样常用 我大小就12点 然后呢 我跟它讲 我的粗细是什么 我有点正黑体 粗体 然后红字 有没有 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呢 就你要自己人工干嘛 去调你的位置 注意到哈 它的位置你可以自己调 看它怎么样放 比较好看 这样子 标示出来 标出来 如果你要显示 它的什么成绩 那你就要点一下 然后再选加号 资料标签 然后呢我们要选的是在记忆底内册 记忆底内册 然后加号再点下去 把它去掉 然后点资料标签后呢 你自己再设格式 要什么格式 譬如说我说要白色字 因为要颜色要配合 白色字12点 然后粗体 然后我要用的是Alier的字形 这样子 有没有 让它标的比较清楚 你这样看就会知道 图就出来了 那这样子来讲 就完成了我们的什么 图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你觉得 分数最高这个 要跟人家不同颜色的话呢 很简单 点 图点两次 那它只有这个项目 资料数列是四个点的 然后你再去改它的颜色 你要什么颜色 看你自己选择 点一下 改成你要的颜色 那特别的醒目提示 特别的醒目提示